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班长的频道 有个朋友送了香薰座给我 我现在就看看究竟是怎么用的 首先有个电源 有一瓶香薰 有个香薰座 这个盖子 这里的说明书就说 在这里就倒些水进去 当然有个黑度就不可以过那里 然后就倒两三滴的香薰油进去 接着拆电键 因为他跟我说 这个还是一个灯来的 那我们一间试试看一下 怎样会亮灯 大家看看 它会有个黑度 就是写着这里 不要过这个位置 再滴一两滴的香薰油 我滴了两滴 先进去 那就是盖它 盖它 盖它 这里有个位置 是插一个田园的 接着呢 我就会有一个炒酥 盖子 盖子后面有说明书 但因为真的太小了 所以我要拿个放大镜来看 它就说了 按第一次 机器将操作 按第二次 机器将操作15秒 停15秒 运作15秒 如此类推 按第三次 机器将操作1小时 然后自动停止 按第四次 机器将停止操作 按第四次 现在跟这个盖子的说明书 即是按一下 第一次 它就会开始操作 按按一下 再按多一下 我记得 它就会停15秒 然后停15秒 右边是 ein灯 按一下 他就会自动变色 现在15秒操作完后,应该会停15秒 就像盒子里的说法 会变色的香薰座 我也觉得挺有趣 我也感谢朋友送这个这么有趣的香薰座给我 如果想不开香薰座就没问题 只要开灯,一按就会自动变色 是否有七个颜色呢? 我就没有数过了 按到变了透明色的时候就关掉了 那就是关掉了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介绍 大家记得订阅我、订阅我、赞、订阅我、留言 如果再发现多些有趣的东西 我都会开箱给大家看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频道 靓靓包仔的频道 多谢,拜拜 由于那些字真的太小了 每一个字,我想一个cm大一点 没办法了,我也要拿到望远镜 哈哈哈哈,望远镜 哈哈哈哈 不过来